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举办了第二届193农青河音乐城 以古道游乐场为主题 把众古当作农村游乐场 大人小孩都可以一同细细其中 今年暑假就让我们一同到 全台最美193县道 龙井河一下 就让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啰 花蓮是台湾的后花园 山明水秀 鸟语花香 风景如画 水土保持局 花蓮分局 去年第一次在全台湾最美线道的 花蓮玉璃镇 天堂路外环道 丰路举办农青河音乐演唱会 2020年8月1号跟2号 第二届193农青河音乐城 以古道游乐场为主题 两天活动当中 除了有农村市集摆摊行销农产品 还有陈生 韦如轩 多位歌手上场演唱 节目精彩 气氛嗨翻天 我背着鸟干鱼 走到了东海 因为是暑假的周休二日 加上活动现场 玉璃镇两旁有一大片倒铁美景 吸引超过3000人来参加 随着保持局长李正阳说 今年193农青河音乐城 以古道游乐场作为主题 希望把花东纵谷变成农村游乐场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开开心心 也推广瑞税香 玉璃镇及富里香 三个乡镇的特色农产品 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嗨 因为当地的居民 以及我们县政府县议会 各地的农会 或者是乡镇公所 都非常欢迎我们 那其实办这个活动 最重要的目的 是希望藉由活动 然后来带动地方的发展 主办单位水宝局花莲分局长 陈淑源表示 这次活动还有大人躺马路 小孩画马路 水田寻宝等趣味活动 并且提供193农居吧酒水服务 也跟在地的旅音知名艺术家 游习夫推出限量联名毛巾 活动期间提供玉璃火车站有接驳车 希望让大家尽情享受音乐美食 表达对土地的感激和喜悦 提高南花莲的知名度和生命力 记者吴彩勋 李佳金 王瑞彤 花莲报导 好我们准备今天的音乐会开场 谢谢